小素小栓子之間的骨折叫轉子階的骨折 為什麼這裡常常骨折 因為骨頭這個地方是海綿骨 所以很容易在跌坐之後 這邊比較鬆軟的骨折 所以它整塊是右邊的骨骨轉子階骨折 於是它在隔天就接受骨折復位固定的手術 我們就使用我們今要介紹的骨骨的金屬純內定的固定 把它拉回去的轉子都拉回來了 整個骨頭的線條都回來 跟左邊比起來是一樣的 中間當然我們都一直在追蹤 到4個月的時候骨頭已經有骨夾生起來 所謂的骨夾是骨頭育兒的痕跡 所以白白白厚厚的這些骨折育兒的痕跡 已經沒有疼痛可以使用柱形器在行走 那在現在說因為大家老年 他其實不論男女啦 大概35歲以後 如果沒有好好保養 大概骨頭會慢慢的流失 尤其女性的痕跡後會流失更快 這場骨頭裡面像這樣子 是很致密的 骨質素中的最中間就開始空洞化 所以相對大家可可想而知 年輕的骨頭就很像查空 這樣骨頭就像桿架科 一摔就斷掉了 所以他會稱為一次隱形的殺手 因為他不會痛沒有症狀 但是一摔一段骨頭 就會產生後面的病發症 那骨質素中有四種最常見的 四種四大常見的骨折 第一個是廣度老骨的骨折 發生比較年輕大概60歲左右 因為他跌老的時候他還有反應力 他手去撐 所以就把手管撐斷了 等年紀大一點大概65到70幾歲 他就反應骨疾他整個跌坐 撞下去撞完肩膀 用了共骨的骨折 那另外脊椎的骨折 就壓迫性骨折 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寬補的骨折 中有的 特別是寬補的骨折 常常會引發很多病發 這也是我們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寬補的骨折 我們所謂講寬補 他就講盡端的骨折 它有分成骨骨頸的骨折 這邊是頭 這邊是頸子 這就是生肌 骨頸骨折 跟我們剛才講的 鑽子肩骨折 甚至下面的關生子下骨折 我們今天重點 就放在鑽子肩骨折 跟鑽子下骨折 因為上面的鑽子肩骨折 骨頸骨折治療方法 大概目前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不是打B子 就是犯人工冠絕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恐怖的骨折 號發在75歲以上 中期醫生 大家注意中期醫生 大概五分之一的女性 跟百分之六的男性會發生 那這種 當然啊 他發生以後 通人癒後非常不好 特別是如果不接受手術 沒有好好的固定的範疇 很多都會 激人的不良 或是甚至一年內的的人 會到死亡的階段 所以 這地方的骨折 大家的處理上都要特別的小心 那鑽子肩骨折 什麼分類 其實分類很複雜 大家不用去太了解 但是大家要讓他知道一下就是 分成穩定型跟不穩定型 大家想想看 體重下來以後 如果他這骨折都在這邊 他內側的B是穩定的 就是要一個擋土起來一個邊坡 擋土它穩定的話 沒有破掉 它是穩定型的 這種開刀碗固定的效果會比較好 另外這種 如果是他下面是破掉的 這個地已經破掉了 就比較不穩 相對這種骨折 就需要更好的固定的武器去固定它 那為什麼說 骨骨的 激動骨骨的骨折 他手術是最佳的選擇 因為他斷骨折藥這個患者 他是完全無法磨動 也無法翻身 無法移動 他做都做不起來 更別說吃東西 還有吃東西 所以他如果不吸收手術 他可能做久了 糖久了 產生入瘡 然後吃東西容易噎澡 就肺炎不發生 甚至長在床上 大小便不方便 就會膩掉到感染 甚至糖久了 疼痛久了 會產生憂鬱症 甚至死亡的病發症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骨折 除非這個患者 他身體狀況太差太差 無法接受手術 及不去手術的風險 不然手術 是我們最佳的選擇 我們手術的目標是什麼呢 就減少他的病發症的發生 包括前面有講的 入瘡被冥養到感染 有疑症甚至到死亡 短期目標就是 看完刀 幫他減輕疼痛 可以做得起來 好好的吃東西 可以當家族 幫他磨闖 磨到爐椅上 可以出去曬曬太陽 看看風景 他心情會好很多 中昌前目標 才是期待他可以回復到行走狀態 雖然有一部分的人 仍然需要很多輔助器的幫助 但是至少讓這樣老人家 可以行走出去加冷 這樣對他是好的 那一般這個骨折 他傳統固定方法是這個 叫做 我們簡訊叫DHS 他是活動式的寬螺定 為什麼他講活動式呢 因為他只有一隻很粗的螺定 去鎖住這個骨頭 然後很像 然後這個鋼板就把它套進去 很像一個軌道 這個螺絲 他的螺絲可以把這個骨頭把它拉進來 就讓他這個骨折 就要呈現一個壓迫的狀態 可以高的 骨折要把它用固定 然後可以促進骨頭 然後這個板子是打在骨頭外面 然後再四隻螺絲把它固定起來 所以這個就叫做 水外的固定系統 就是骨髓之外 中間是骨髓槍 就在骨頭外面的固定系統 這種目前當然是主流 而且是很好的固定方式 也是絕大多數骨科醫師 非常熟練的方式 但是但是 在一些比較粉碎性的骨折 或者是說 它斷在比較下面 鑽石下骨折 不穩定的骨折 就剛剛前面講的 那一滴破掉的骨折 或者是說 嚴重骨質疏鬆的患者 你螺絲打都打不穩 就好像一臂肌頂處 一臂肌都打不穩的地方 那這個這樣子的固定方式 很容易產生失敗的狀況 過去我們 遇到的患者 大概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骨質疏鬆的患者 很容易很容易 這種鋼擋會容易失效 但是因為這是大家 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一致也大家 都使用這樣的方法 而且這種骨折開刀方法 畢竟它板子那麼大 傷骨要從這邊劃到這邊 至少10公分以上 術中失血比較多 而且術後疼痛會比較嚴重 因為畢竟它要把鋼板黏在骨上面 它沒有弱口把它剝開 所以可能產生固定 或是要會這樣子 例如說 它才久了 就從這邊螺絲都斷掉了 例如說這個整個 這個螺丁 整個把這個骨骨頭 穿破了 另外甚至是螺丁會划通 這比較少見 前衛生比較常見 就是講一個 用傳統方法固定 後來失敗 但是我們從開刀的例子 82歲的黃先生 他在2013 就牽連了12月5號 騎機車車禍 他又寬至大筒 序列普通 來急診的時候 我發覺 大家看看 我們這邊骨折 他是轉指間骨折 他又合併轉指下的骨折 說他是非常笨碎性的骨折 他是接受傳統的固定方式 他在隔天後 接受骨折符位固定 我們打一個很長 一塊方法 大家想說 這夠長的 應該很夠穩定的 因為他很碎 但是他就很開心的 手術完就不跳 然後我們開始活動 但是因為他很急著趕快行走 所以他有時候會偷偷不拿出機器 偷偷用力去踩他 結果到 到第四個月的追蹤 發覺螺絲已經開始鬆了 但下一段還是穩的 到第五個月 他就跟我說 他都拒絕了 發覺他整排都斷掉 骨折的地方都斷掉 於是我們就馬上再幫他重新開刀 再找一塊更長的板子 傷口當然 這樣子 大家一看傷口丁至少20公分以上 就把他再重新縮起來了 這次就交代他乖一點 他是也能夠配合 裡面有一次的經驗了 所以這次 之後就非常乖 他遵循遵循 骨折的地方也慢慢癒合起來 那六個月的時候 他已經很穩定 他已經可以拿出機器 走出公園 這個 所有患者第一次手術是失敗 他的癒後 他是一直斷變 那後來我們又把他 重新做手術就回來 但是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讓這樣的狀況 不用發生 現在因為隨著 時代的進步 實在有醫學的進步 所以有人 新的一種叫 金屬的水內地 前面是傳統的 打在骨頭外面 所以意思是直接把這個 筆子打在骨髓槍裡面 這樣把它穿進去 當然 他會減輕他 受力的力量 例如說我們這樣打進去以後 體重下來 傳統的受力力量比較長 新的 金屬的水內地 受力力量比較短 所以他在 骨的固定物上面的力量 會強受壓力越來越小一點 他會把力量分散掉 而且他更穩定 另外這種開道方法 稍微很小 只有三個小洞 就可以把螺絲打進去 所以他會做比較快 所以這邊 就做一個卡通文 給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去想像一下 就剛剛前面 傳統講的是 水外的固定方法 就在骨頭的外面 跟水內插在哪裡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比例 例如說 箱灑或是熱頭 一條一條 把它串起來的話 要有什麼方法 串起來會比較穩定 你是在旁邊拿一塊板子 把它螺絲鎖一鎖 比較穩定 還是直接拿一個竹籤 從窗面串下去 會比較穩定 這個問題大家可能 可想要知道 就很簡單的比例 讓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 目前的骨頭慢慢會發覺說 我們用水內的固定方法 會讓它有更好的效果 那整個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就有這樣子的 產品出來 它是打在骨髓槍裡面的機器 內地 它是高槍做太頭鏡 它也有一個循環 因為畢竟你毒骨 不是准指人 人的毒骨是彎的 特別是亞洲人的毒骨 跟希望你毒骨的彎曲球 又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特別適合 它會有亞洲人的角度 而且它最長可以到40公分 所以幾乎整隻骨骨 你從上面斷到下面 都可以處理 傷口的大小呢 插在這邊 我們船頭的開法 當然這還是目前主流方法 板子要打進去 它傷口從這邊 畫到這邊10公分以上 而且把大腿四頭肌外側的 四頭肌的肌肉 把它翻開 骨膜也要打開 骨頭板子打上去 這個方法是三個小洞 大概各兩到三公分的小洞 把鋁紙放進去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在我們 目前臨床上使用起來 病人流血少很多 然後病人手術後的疼痛 也少很多 會不會比較快 所以它也完全符合 微創的手術方式 也是目前大家追求的 理想之一 所以在跟大家做個介紹 它的方法就是 它會降低手術的時間 手術如果順利的話 大概半個小時到2小時就可以結束 減少樹中的出血 當然出血也少 樹中破壞少 手術後的疼痛也少 它也可以提早下床 做輪體活動 甚至拿塑形器去住 當然傷口效 也減少傷口感染的機會 甚至它更穩定 它要減少的固執 會未癒合的機會 所以第三個案例 就跟它講 使用新的方法固定的效果 81歲的女士 就是在今年的2月 過年期的時候 在有條 山谷不沈跌倒 左邊寬部距離疼痛 在急診的時候 X光發覺是左邊的谷谷 在這邊穩折 前面兩個都是右邊的 這個是左邊的例子 當然它隔天 我們就接受 骨折復會固定手術 使用我們這新的 谷谷基礎症癒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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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癒 唯癒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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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癒� 所以大概1到1.5小時 這金屬水泥冰大概如果 水平的話大概半個小時多就可以結束 傷口一個大概有10到4公分 另外這邊大概 2到3公分的三個小洞就夠了 手術後出血大概200到500 那個毫升左右 這個金屬水泥冰都很少 大概50CC以內 手術後膨痛會負起 佛羅斯的朋友因為他傷口大 所以會痛好幾天 那金屬水泥冰的膨痛會比較快 大概肯定就會笑著坐在那邊吃飯吃得很開心 穩定度的話 它活動最高的固定方法 它的穩定度還是夠的 那個金屬水泥冰就給我們更好的肯定效果 所以再問大家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寬木骨折是老年的一大殺手 特別是網密防底 是跟大家講的就是 保持骨頭的密度 然後預防跌倒 這是最重要的 預防它的發生這最重要 但如果真的發生了 除非病重虛弱無法手術 不然手術仍然是 匡部骨折最佳的選擇 那還跟大家強調一點 雖然我們介紹新的東西 跟更好的固定方法 但是傳統活動性快樂 目前仍然是主流 而且有效的固定方法 重點是弱症病 也是骨折是穩定的狀態 骨頭的密度沒有要差 其實這個還是目前主流的方法 新式的金屬水泥冰提供進步的股定 跟減少傷口病發生 特別是針對那些比較粉碎 或者是骨質也只有疏鬆的 換成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說 不是說所有的方法 都是西等一定比較好 我們還是要由 補科專科醫師 經過 考量病人的本身狀況 還有病人骨折的方式 來做專業的混沽 給患者最好的治療 這是我今天的報告 是